連續四天零確診之後 讓投資人信心滿滿 但我們防疫做得越成功 對岸對我們的國際打壓就越嚴峻 所以我們來看到 在今天今年驚爆 捷克議長本來要來台灣訪問 竟然在訪台前夕猝死 而他的老婆說 曾經他自己親口說了 千萬不要吃中方提供的餐食飲料 還說中國對他們威脅說 如果你去台灣的話 那我告訴你 你們的SCODA在中國不要玩了 所以我們來看到捷克參議長 訪台前夕出示一雙驚爆 死前收到中國大使的恐嚇信 所以他的死因成名 對 那捷克的國會的議長 也就是柯家洛 他本來是2月1日到台灣來訪問 但是元月20號竟然在他的辦公室 突然的心肌梗塞 突然的猝死 那猝死之後 他的遺孫也就是他的太太 跟他的女兒 接受捷克的一個電視訪問 他說 我先生有接到中國大使館的恐嚇信 而且還危及家人的安危 我們都非常的害怕 那這個事情大條 這代表什麼 代表他的死因不明 這個死因是可疑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 我們再回來推 那本來柯家洛在元月13號 參加捷克總統府的一個 新年的一個晚宴之後 他跟他的總統齊曼 私底下又增加一個宴會 兩個人增加宴會 那據旁邊的人說 兩個人吵得很激烈 那最主要吵完之後 那總統齊曼交給他一封 中國大使 也就是張建敏的一個信 那個信裡面就跟他講 如果你去台灣的話 來 我跟你講 你的死磕打一定會完蛋 而且我中國會對捷克 採取經濟制裁 那之後在元月13號 他就跟他太太兩個人 參加中國大使館的 農曆年的晚宴 那農曆年他跟他太太 到宴會的時候 他的太太被大使館的人員 請求回避 暫時回避 他跟大使跟一個幻翼 在那個密室裡面 談了30分鐘 談30分鐘出來以後 我跟你講那個柯佳樂 一臉的憤怒跟緊張 跟他太太講說 等一下所有的大使館 提供的那些食品 飲料 你都不要吃 所以不能吃 中國大使館裡頭的任何食物 對 後來他就回去以後 第三天他就過世了 那過世以後 三天後就過世了 對 在他的辦公室 就心肌梗塞過世 那他的醫生 因為他有私人醫生 他的醫生說 我跟你講 他的心臟病不是突然的 是從他大使館晚宴回來 就開始了 所以這個中間就有很多的疑問 跟疑團在裡面 其實路透社在園業奮鬥 已經公布一個消息 因為這個柯佳樂 要到台灣訪問的一個消息 已經披露了 那中國他直接施壓給捷克 他說你這樣的話 違反一中原則 所以絕對不能去 如果去的話 那我一定要用經濟制裁 當然柯佳樂過世以後 他太太在他的公事包裡面 發現兩封的恐嚇信 一個是來自於總統府的辦事處 一個是中國大使館的一個恐嚇信 那我們回到他參加中國大使館出來 他又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跟你講 那個張建民大使跟我講 如果我去台灣的話 他會被拔官 那就牽動到他的官位的問題 所以就是說 如果下毒手的是 中國駐捷克大使 他的動機是什麼 對 他會被拔官 就是被拔官 那我們來講張建民這個人 張建民這個人 他其實在過去三年 在美國大使館當什麼 當參試以及翻譯而已 是去年的8月 在2018年的一個9月 才到捷克當全權大使 而捷克 因為習近平訪問捷克的時候 兩個人非常的麻跡 所以這個位置就變成 未來前途璀璨的一個位置 所以他如果被拔官的話 那對他來講他人生就完蛋了 因為他在歐洲製造了一個 對台灣的外交上的破口 那這個破口一製造以後 那你的官員就完蛋了嘛 好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外界紛紛揣測 是不是有可能 就是中國駐捷克大使下的毒手呢 不過我們回來帶你來看 這位議長曾經來過台灣 也真正是愛台灣 他在台灣國慶日的時候 還特別祝福我們 捷克其實跟台灣的關係不錯喔 特別是連紅海都到那個地方 去做了投資 對 這個捷克跟台灣的關係 比你想像的更密切 不過我們先講一下 大家覺得二次大戰 納粹德國第一個入侵的國家 是波蘭嗎 不是 是捷克 那為什麼 因為我去過捷克 我還特別問當地的導遊 他說捷克因為沒有抵抗 不想森林塗炭 但為什麼希特勒要入侵捷克呢 因為在二次大戰以前全球 第六大的工業化國家 就是捷克 比當年的日本跟加拿大 更為工業化 所以希特勒把捷克拿下來了以後 對他繼續侵略整個歐洲全世界 那就非常的方便了 所以捷克他的工業化 表現在一個產業 汽車產業 Skoda 他的品牌 就是中國大使威脅的Skoda 對Skoda Skoda的這個歷史 已經有百年的歷史 他的創辦人叫做克萊門特 他是一個老師經營一個書店 賺了一點錢 後來就去買了一個工廠 就生產了腳踏車 1895年 他把它改成轉型生產汽車 就Skoda的前身L&K 你看這張照片 在當年你不覺得這個圓形的汽車 這蠻奢華的 那為什麼他後來他主要的就是 比如東歐的一些領袖 貴族 甚至當年日本的伊人親王的豫駕 都是用了Skoda 所以他過去其實是奢華車的代表 奢華 但是到了1991年的時候 被福斯集團收購了70%的股份 2000年又把剩下的30%的股份 也收購完畢 所以Skoda就成為福斯旗下 第四個汽車的品牌 所以畫面上可以看到的 這是福斯的股價 他現在已經是福斯旗下 四大品牌之一 中國的市場對他很重要 對 很重要 這個中國的市場 為什麼 因為Skoda的技術很好 他在捷克的總部汽車廠 什麼的生產線 通通都是自動化 都是機器人 全機器人的 對 從車體的組裝 零件的焊接 外觀的噴漆 你看都沒有任何的功能 機器人就表示Skoda 它的技術很厲害 然後一部新車 只要短短的24個小時 就可以組裝完成 但是重點是Skoda 現在過去的主要市場 是在歐洲 但是現在慢慢的移向了亞洲 當然就是包括中國 甚至台灣 現在整個捷克最大的製造業 就是汽車業 佔他們製造業的24% 那他們雇用的工人 高達了26萬人 其實這個捷克人口不多 只有1000萬人 那就這麼多人是做汽車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台灣 台灣Skoda 大家覺得說 不如雙V的品牌知名度 但是你看這個數字 在路上你是會看到Skoda 對 你看這個數字 2018年交出了6155輛的掛牌數 比同期成長了20%真不錯 2015到2018年連續四年 都是兩位數字的成長 但Skoda在全球的成長大概是5% 台灣是兩位數 所以顯然 台灣對它而言也是一個重要的市場 當然對岸中國是更重要的市場 因為中國占整個Skoda 在全球銷售的份額裡頭 高達四分之一 難怪中國大使可以用Skoda 來威脅議長說 你要是去台灣的話 Skoda在中國道路市場就完蛋了 不過我們回來講 我們剛剛談到 其實捷克跟台灣的關係不錯 關鍵人物是郭台銘 對 鴻海富士康集團 是在2002年到了捷克的一個投資 那深耕了18年之久 大家可以看到畫面上 這個是富士康 富士康在巴多比企 庫娜赫拉 他的工廠僱用了當地5500人 那為什麼 因為捷克的人均所得 跟台灣差不多 現在大概是一年 就是24000塊美金 這個在歐洲的薪資 這個人力成本算相對的低了 所以這個鴻海 郭董就去那邊投資 投資了以後生產伺服器 電腦 配件 為什麼 因為捷克是歐盟 所以從這個捷克 這個生產成本比較低的地方 我就進了供應整個歐洲的一個市場 後來這個郭董 賈厚道修部 找了一些電子業的老闆 好友跟他講說 不錯 不錯 他去捷克投資 後來你看包括華碩 廣達 大同 英業達 大眾電腦 通通在 都學了捷克 宏基也一樣 他的電腦也在這個地方 來供應整個歐洲市場 甚至郭董在那邊買了一個城堡 買了一個古堡 那個古堡很有名 就是他跟真心拍婚紗照的地方 沒錯 本來是要送給李淑魯的 李淑魯也規劃 後來他過世了以後 一度停工 那又花了五年 把它完工了以後 漂亮 很漂亮 所以這個真心理跟真心理結婚的時候 婚紗照就是在這個結婚 有沒有看這張 後面的背景就是這個古堡 拍了這個婚紗照 所以這個170年的古堡歷史 見證了郭董兩段的一個愛情 包括李淑魯 包括曾馨 不過我問你他到底是不是 裝潢的錢比他買的 買價還多10倍以上 這個古堡是當時他們投資的 順便收了一些地 然後古堡也可以買 大概花了台幣10億 這古堡很大 外面還有高呼求場 還有這個馬舅這個地方 那好像這個修復 維修的成本 你知道嗎 10倍 所以這花了100億 古堡10億 維修100億 因為那個是古堡很 你還沒有聽過這個裝潢費 比房價多10倍的 所以10億買古堡 100億來維修古堡 這個古堡見證了郭董兩段愛情 不過既然剛剛蔡總談到 你過去也去過捷克 據說捷克最厲害 最有名的是他的啤酒 沒錯 我去這個捷克 三個印象最深 一個就是童話的城堡 第二個 滿街的美女 因為他們是斯拉夫民族 俄羅斯 烏克蘭 你是跟老婆一起去的嗎 是跟老婆一起去嗎 對啊 那你還敢看美女 街上每一個都是美女 因為他跟俄羅斯 烏克蘭 都同樣斯拉夫民族 就出美女 第三個 啤酒好喝 大家都覺得說 德國是啤酒的 啤酒不應該是德國比較厲害嗎 沒有 我告訴你一個數字 他們一年捷克的人喝掉啤酒 聽好 162公升 世界第一 他真的啤酒大火 肚子應該很大 你去他們酒館喝啤酒的話 那個酒杯是用1公升的啤酒杯 1公升來喝 他品牌很多 最有名就是百威啤酒 我告訴你 台灣也喝到百威啤酒 但是那個是美國來的 不一樣 味道不一樣 跟捷克的百威啤酒不一樣 對 你要去捷克喝那個真正的百威啤酒 那個真的好喝 因為他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家的亮球長 所以又成為國王的啤酒 捷克的博寶 現在那個亮酒廠還列為世界遺產 所以據說還有博物館 所以我們過來看 紅藁的股價怎麼看 在今天傳出其實 捷克跟台灣滿麻吉的 紅藁的股價在今天 當然大盤漲了 他也跟著漲了漲0.53% 因為現在大家在等第一季的財報 財報假如要過關的話 以它目前的漲幅是比較落後 還沒有突破這個季線就有機會 但是 比大盤落後 對 大盤落後 但是我們講到紅機也在捷克 紅機也在捷克 因為現在居家工作 這個筆電有集單 所以紅機的線型就比較厲害 你看它一樣 這一條是機線 它已經站上去了 站上有三天了 所以相對紅機的線型是比較好的 捷克議長之所以會在訪台前夕 突然之間猝死 離奇之死是不是跟我們的 外交和國際能見度 因為這一次的防疫成功 而大大提升有關 我們不得而知